開後門 讓他有一個方便巧門 特別預算不算預算 你相信中華民國收入比支出多嗎 他直接把一大堆支出 當作特別預算搬走 才有可能收入比支出多 蔡英文八年的任期 等於馬好兩任十六年 還加兩倍 兩兆四千多億 特別預算常態吧 而且無難 他把支出切一大塊 挪去特別預算 然後特別預算不算預算 這樣就收入比支出多了 作假賬 我是零舉債 我們台北市這個零舉債 他花了8400億 這個基金就好像是一個水池 它不斷有水倒進去 那水流出去 這個收入支出要更嚴格管制 反送貸太多就表示 財政的控制能力太差 錢有沒有用在刀口上面 今天最大問題就是 完全沒有財政紀律 所以這擺爛 就是一出生就欠25.6萬 然後這個數額到今年年底 還會再上升 這不是再有組織是什麼 你竟然知道這些都合法 他們就是要抹黑而已 留下一個什麼 台灣給下一代 主席最近是提到財政紀律的重要 而且也點出了七年來 蔡政府編列特別預算 高達兩兆四千多億元 不過蔡政府在2019年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說 它是最有財政紀律的政府 這個政府是有史以來 最遵守財政紀律的一個政府 一定要報 事實上我從任以來 我就每次講說 我們要想著 留下一個什麼 台灣給下一代 我們來看看 在預算法裡面 其實對特別預算 有個規定 就只有四樣可以用 國王緊急設施 及戰爭 國家經濟 重大變化 還有一個重大災變 還有一個 不定期或數年一次 是重大政事 坦白講 我認為這個等於是 開後門 讓它有一個方便巧門 這前面三個 比方說 COVID-19要編 雖然也是忽編 但是至少 還符合這一樣 以後經濟重建 然後用這個 好不好勉強 買軍購 坦白講 除非已經發生戰爭了 不然買軍購 理論上應該是編正常預算 那這特別預算有什麼問題 因為在我們目前的法律裡面 特別預算不算預算 所以我們看看 本來財政很簡單 做一個收入支出 對不對 看最後剩下多少錢 如果收入本來這樣 支出這麼多 這個大家一看就知道 到年底一定買拉屎 對不對 他說好 那很簡單 這個特別預算不算預算 所以本來應該要編正常支出預算 他這一塊就把它切起來 說我們這一塊用特別預算 把它搬走 這樣就看起來變收入比支出多 你想想看 我們還有說什麼 因為這個收入比支出多 所以有剩下的錢 每個人花6000塊 你相信中華民國收入比支出多嗎 他直接把一大堆支出 當作特別預算搬走 才有可能收入比支出多 蔡英文8年的任期 等於馬豪兩任16年 他加兩倍 兩兆四千多億 其中兩兆兩千多億是舉債 然後兩千多億叫做稅跡盛餘 什麼叫稅跡盛餘 因為我們每年預算編的 執行率不會百元 所以一定會剩下一些 所以他挪用以前剩下的錢 兩千多億 還有這個舉債 兩兆兩千多億 事實上在2020年簽署委員的報告就是 特別預算常態法 而且 無難 所以審計部就直接寫說 近年來政府編列多項特別預算 均於舉債之影 導致政府債務不斷的增加 我們一年以上 未償還的公共債務余約 大概是5兆9938億 到今年年底應該會到 6兆 6748億 明明我們債務就是在增加 可是小英在2019年還說 我們22年來第一次債務平衡 民進黨政府是最有財政紀律的政府 今年在編明年的預算的時候 是22年來首次的平衡預算 換句話不是赤字預算 我們的稅務跟稅出是平衡的 也就是說這個政府是有史以來 最遵守財政紀律的一個政府 記錄一定要報 他把支出切一大塊挪去特別預算 然後特別預算不算預算 這樣就收入比支出多了 所以去年就可以每個人 花給你6千塊 所以這就是做假賬 他們又說他們沒有做假賬 他說你講假話 政府從來沒有做假賬 而是何市長一直在說假話 甚至還說你自己在台北市長任內 說還債還了571億 可是第二任根本都沒還 還說你用捷運基金 甚至教育基金去還債 然後根本不是真的還債 教育發展基金交給柯文哲的時候 剩餘140億 2023年只剩下12億 過去每年純10億 一年花了15、6億 也就是說他苦到了 當然這8年他花在教育的用途上 他挪... 也不是挪用啦 其實這是花了過去的老闆 戰爭市長前5年 還了570億 後面3年的確是沒有還債 因為當時疫情爆發 然後又通貨膨脹 包括二屋戰爭 通貨膨脹 疫情的那種支出大量增加 但是我那後面3年是因應疫情 我是零舉債 那中央你知道 防疫特別預算8400億 我們台北市真的零舉債 他花了8400億 不過關於那個捷運重置基金 跟那個教育基金 我來說明一下 所以這樣啦 那個捷運重置基金 你知道捷運是這樣 他蓋好以後 那將來要 比方說要維修這個... 入軌啦 還有甚至那個 捷運的車廂還蠻新的 通常要先準備一筆錢 那這一筆錢要慢慢累積 我任內啦 我8年任內 捷運重置基金收入是280.61億 那另外郝龍斌市長留給我是 288.41億 那我任內支出是 用掉96.5億 所以 目前我們的捷運重置基金 是剩下 473億 那麼是這樣 因為這捷運基金放在那裡 所以我們當時是這樣 台北市政府還是有跟人家借錢 跟銀行借錢 捷運重置基金還剩下473億 台北市政府 跟他借錢 去還利率比較高 然後我們還是有借稅給他 而且還有付利息給他 因為我們銀行的利率比較高 然後我跟這個捷運借的錢利率比較低 我們只是把高利率的借款 換成低利率的借款 所以比較有利率差 但是對台北市政府來講 本來是欠銀行 現在是欠重置基金 所以重置基金又沒有少掉 所以當時我的策略是這樣 凡是台北市政府 欠銀行的利率高的全部還掉 甚至借利率低的錢進來 去還利率高的 所以只要還有利率差的 我全部都給他翻掉 這就是為什麼 我當市長第一年 我們的利息是29億 到我第七年的時候 掉到4億多 這並不是說我還了570億 利息又從29億掉到4億多 還有一個很大的理由是 因為我做了財務的調整 利息高的先還 甚至我們到後來還發過公債 因為公債利率很低 所以就賣公債 從民間拿錢 這錢再還給銀行 我們發公債利息還是比較低 但最近還有另外一個傳言是說 你的教育基金 從113億 銀流下來的 到現在只剩42.9億 留給蔣萬安市長 是不是又用這個基金去還債了 這個要說明一下 這個基金就好像是一個水池 不斷有水倒進去 讓水流出去 一開始那個水池裡面存很多水 像在郝龍斌時代 它那個水池有113億 都堆在那裡 所以他說那這樣好了 我們把這個水位下降 我降到42.9億 不需要那個水池裝那麼多水 我補的水過它流出去 這樣就好了 事實上在我任內 我補的水跟用的水都增加 我只是把水位下降而已 在郝龍斌時代 他預算是編了4127億 所以那個教育基金 在郝龍斌交給我的時候 教育基金是113.6 可是我當時都在想說 活期存還 如果又沒有利息可以賺 那換在那裡 放一大堆錢浪費 所以當時說 那我們應該讓那個操作更緊密 我們的任內 你知道 事實上我們的教育支出 我的時代還是比 郝龍斌時代多了 撲給教育基金的錢也比較多 一生一平板 智慧校園 我們現在所有的校園全部光肩網路 每個教室全部free wifi 再加三個internet port 再加85吋觸控螢幕 國小三零級以上 全部有ipad 我們其實都花了很多錢去 去建構整個校園的系統 所以我們撲給教育基金的錢比較多 用在實際教育支出的錢比較多 只是我們把教育基金的那個量下降 事實上我有下量 我們財北市所有的基金幾乎水位全部下降 而且我也認為 這個收入支出要更嚴格管制 你不要說 那個收入跟支出每年都量不太一樣 你知道 然後就弄一個 我們叫buffer 很大的反充袋 我覺得這個 反充袋太多 就表示 財政的控制能力太差 主席我們最後一個要言要重新的 自從你拿了錢佔預算之後 開始有人在佔南北 說你就是認為說 南部不需要花錢做建設 鄉下要有鄉下的樣子 有很多的這種傳聞出來 其實任何一筆預算 最重要的精神是 coast effect 成本效益 那你不能花一大堆錢 那沒有效益 像前瞻預算 我們也不會說 台北市拿的分道比較少 我們就看會去攻擊 其他縣市分道比較多 我今天在意的是 那個錢有沒有用在刀口上面 今天最大的問題就是 完全沒有財政距離 你現在前瞻計畫 撥一大堆錢給地方政府 可是按照我們的預算法 地方政府要負擔那個 製籌款 你不是百分之百中央政府給你 他要製籌款 問題是很多 很多地方政府的製籌款 已經超過他的舉債上限 請問那些工程 將來要怎麼完成 所以這擺爛 就是 我現在都可以預測 很多軌道運輸會出問題 現在在這一刻你知道 我們所有的國民 平均每個人欠債25.6 6萬 一出生就欠25.6萬 然後這個數額 到今年年底還會再上升 這不是在留指 最近民進黨每次在說 說什麼 我們挪用捷運重製基金 挪用教育基金 我跟你講 如果這基金可以挪用的話 你知道 那你要有多少公務員去坐牢 這不可能嘛 台北市公務員都有一定的水準 不可能說市長做什麼壞事 他們就會配合 所以一定是合法的 其實我也知道 民進黨知道這些都合法 他們就是要抹黑而已 所以財政紀律就是 因為我們心中想著 我們要留下一個神難的談給下一代 所以我們用錢一定是 好像在用自己家裡的錢 你知道嗎 那麼的謹慎小心 給他做最大效率的使用 故事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那麼我們不會流誘